大家好 我是幽曲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高宇翔一座订党 预言人数破百万 网友称难舍回来了 这也是高宇翔去世后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2019年的冬天 对于高宇翔的粉丝们来说 总是多了一份遗憾 在那个时候 高宇翔参加了一个户外真人秀节目 意外猝死 给大家带来了心痛 现在虽然已经时间过去了很久 但是依然被许多粉丝铭记 而在最近的消息当中 高宇翔的一座 怪你过分美丽正式订党了 在网络平台中 预约人数已经破百万了 其实抛开高宇翔的名人笑语 这部电视剧的演员 包括秦姐也十分的吸引人 这是一部新的都市剧场剧 由秦兰 高宇翔 王耀沁等等 进行主演 虽然这些演员不能算是大红大紫 但都是 绝对是电视剧圈的老戏骨了 演技没话说 秦兰在其中饰演金牌经纪人 墨向晚 而高宇翔则在其中饰演了王牌律师 两人之间在一些故事中不断的产生交际 最终走到了一起的故事 现在该季已经确定在今年的五月份正式上线了 现在虽然距离高宇翔过世已经过去了140多天了 但是在我们粉丝的心目当中 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大众的心里 再见 高宇翔 期待你的作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